介绍2019年前三季度有关经济数据 前三季度 我国对前两大贸易伙伴 欧盟、东盟 分别进出口3.57万亿元 3.14万亿元 分别增长8.6%和11.5% 分别占我国外贸总值的15.6% 和13.7% 同期中美贸易总值2.75万亿元 下降10.3% 中日贸易总值1.58万亿元 增长0.1%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合计进出口6.65万亿元 增长9.5% 高出全国外贸整体增速6.7% 占我国外贸总值达到29%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